泰山区的桂河儿童公园 在里长卢东河用心改造 以及市议员宋明宗的协助之下 将原本生锈脏屋的铁皮围墙 利用彩绘加以美化 图案设计搭配公园自然景观相得益彰 民众都相当的喜爱 我在泰山区明治路三段上面的桂河儿童公园 是许多大小朋友喜爱来这边休闲玩耍的好地方 不过景陵公园用铁皮搭建的工厂围墙 一年久生锈显得脏屋难看 让许多前来休闲的民众观感不佳 贵河里长卢东河便请托市议员宋明宗协助 同时一一向厂家说明 同意将铁皮围墙进行彩绘来改善公园景观 原先这个公园旁边是一排铁皮屋 这个铁皮都很脏兮兮的 后来我们有去向我们宋议员来提出 请宋议员协助我们 乌东河里长很用心 配合了我们新北市政府跟我们区公所 也向我来争取 希望能够把周遭的环境能够来打造 那里长非常用心把周遭的铁皮屋 把它请我们专家来把那个彩绘 里长表示刚完工的围墙彩绘 图案上设计配合公园的自然景观相得益彰 乡亲们都非常喜爱 纷纷前来拍照留念 市议员宋明忠表示 里长相当的用心不仅将围墙彩绘 也在公园空地上种植香草等植物 并招募志工任养 让整体环境变得美轮美奂 我们现在立美化已经完成了 受到民众的欢迎 很多民众都带小朋友来这边观看 我们这边有那个台湾黑熊 还有迷路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 一个那个大自然的那个森林的 这样子这样 路里长有特有特别严谨 希望把周遭的环境再继续来打造 那我想好的环境 里长那么用心来做 我们一定会全力全力的支持 宋远指出 像卢东和这样认真付出了里长 他会全力的支持 只要地方上有需要 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协助 让社区环境更加美观 给民众一个良好的休闲生活品质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导